南下嘉义参观荣总嘉义分院兴建计划 苏文昌却被问到武统学者李毅被驱逐出境 霸气回应 驱逐出境是刚好而已快走不送 拿观光签证利用台湾民主给李毅方便 却来参加游行当然语法不容 乐会掌握李毅市政立刻拉警报通报百人 主委陈明通更将原本不公开行程改通知媒体说明 我们看到他有这种海报出来 这是我们在pre-end 我们事先的防范来遂行他的政治目的 特别放言这种所谓武统论 这是台湾社会没有一个人能够容许的 武统学者亲门踏户威胁台湾安全 陆委会内政部联手抓人 移民署火速将李毅遣送离境 网友大战有魄力 穷穷穷好疗愈 这才是我们要的政府 乐团考求情也在脸书上形容 李毅被苏正昌打出了全力打墙外 举国欢城大快人心 不只是全力打 而且还是再建全力打 这是一个对的作为 而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誓 至于协助李毅来台的统促党 面临20万到100万的罚还 陆委会强调会再演绎 未来再犯一定重罚 三地新闻胡逊英诚好台北参考导 by bwd6